金鐘無憶主持人吳宗憲 號角翔起出席頂庄記者會 三個人一起搭檔主持 不知道憲哥心情如何 他們說要告訴你喔 憲哥有兩位很重要的人 要跟你一起主持喔 然後我心裡面馬上浮現 是哪兩位 胡佩晨 另外一邊 後來他們說是 憲哥真是愛說笑 不過說到金鐘少不了的 還有1566的這件事 裝 髮 造型 一流射擊絲草刀 裝髮OK了嗎 你看像浩子從來都要求裝髮 什麼頭髮每天都有吹啊 出路有保護車接單 我的禮車借給他嘛 那對於跟黃子教 隔通交貨一事 若教課真的得獎 憲哥你會不會給個擁抱啊 那還用說嘛一定要的 這個就跟 做人的媳婦是一樣的 當年那個媳婦有沒有 沒有那個心也要有那個嘴嘛 好啦好啦說回金鐘 聽說憲哥還特別瘦身了呢 我瘦了五公斤 人魚線 還是直接看魚頭 然後我穿上 然後從後面電梯走過來 然後後面 今天來上節目好了嗎 有嗎 有耶 是誰 到底是誰 哎呀 王子兄 你叫 哎呀 勇敢站起來 不用心情太快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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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是誰